大家好,我是奥地利的小胡 今天我請你們一個我家的 竹串三代的 巧克力蛋糕食譜 因為是我外婆的 媽媽的食譜 哼哼哼 謝謝我外婆的媽媽 做今天的巧克力蛋糕 你們要黃油 麵粉 湯 雞蛋 百分之六十 黑巧克力 新人水 然後做今天的蛋糕 你們要水 百分之六十 黑巧克力 和白糖 第一步 隔水 融化 巧克力 和黃油 在奥地利很多人 自己做蛋糕 很少人 賣蛋糕 如果我去我姑姑的家 帶一個 白的蛋糕 他會覺得很奇怪 在你們住的地方 也是這樣子嗎? 就雲林和蛋糕 告訴我 同時把蛋白和蛋黃 分離 然後打發蛋白 用一個麻箭 打的方式 看看 打好了沒有 然後打發蛋黃 加糖 加糖 加半均勻 最後 加融化的 巧克力 光油 然後 和打發的蛋白 翻半均勻 加入 加入 國賽的 麵粉 再加 杏仁水 攪拌均勻 摸起表面 摸上 框油 然後 倒進 模具 緊緊攪攪 模具 讓雞泡 煮來 翻進 烤上 175度 烤45分鐘 中 我不小心 用手 摸了一下 現在把它 扔起 如果你的蛋糕表面 不是很平 沒有關係 我們把它 翻過來 如果蛋糕表面 凸起得厲害 可以用刀 然後把它 切掉 然後把蛋糕 放到一個 架子上 現在 我們準備 蛋糕的 glazing 第一步 切小巧克力 現在 把水和湯 放進鍋裡 大火 煮開 渣 泡 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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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and 110 degrees best thing would be you use a thermometer if you don't have one just pay attention the moment the water starts to boil keep it on high heat and let it boil for six minutes after that your water should have reached a temperature of 106 to 110 degrees 倒入旅王國塞 然後一次性倒在蛋糕表面的中心位置 然後跟巧克力完全冷卻 好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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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細一下 好好吃 这个苏串三代的巧克力蛋糕比撒哈豆的更juicy 我很喜欢里面的杏仁水 配奶油吃就好好吃 这些白鸡蛋糕比较好吃 这些白鸡蛋糕比较好吃